热巴怎么会是癌人啊 你们新疆人不都是艺人吗 嗯 八姐癌人绝对癌人 八八姐她其实还是蛮癌的 啊你们还不知道吗 咱们新疆人可都是癌人 跟热巴一样 看到别人恨不得找到冻翻进去 说这个话的人一定没有来过新疆 众所周知新疆是没有癌人的 因为新疆人都很热情 i this more 我是赛克想上课 来了新疆你一定会被新疆人的艺人属性里吓到 特别是我带室友回家的时候 直接把他们吓一跳 因为维吾尔族跟亲朋好友见面 女性就是互相亲吻脸颊 然后拥抱 男性就是握手 到了家里就是用各种美食 把桌子摆满 连奶茶都是现做的 还怕你们不好意思夹菜 直接把饭菜口味到你的碗里 如果你来新疆还没有做好 被热情吞没的准备 那以下三年一定不要做 你千万不要跟新疆人打招呼 因为一旦打了招呼 你肯定会被热情的款待到家里 然后给你端出手抓羊肉 抓饭 四汁奶茶 让你吃不完不让走 第二点就是不要随随便便问路 你真的想将不到咱们新疆大哥 带着你拖着你的心理 带着你走街串巷 好不容易到了 又不收一分钱的体验 千万不要随便 在新疆人家门口讨论 他们家的葡萄好不好吃 如果不小心被听到了 那你很有可能会被主人 送上一大串葡萄加葡萄干 还会很热情的跟你讲 够吗朋友 不够下次再来 当然了像热巴一样 害羞的还是比较爽见的 还有上面的三件事情 我怕你做的就不想离开新疆了 好 中文字幕——YK